来吧兄弟姐们们 小长假到了中秋节到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和家团圆 一定要记得吃月饼啊 这是我前天港海的时候拍到的一幕 一直八个的雨落被一心小腊罗啃食了 大海的食物链也是息息相关的 老铁们手机有电的话 给双击给个关注呗 来吧兄弟们海葵大补这物 来到海边挖上那么几只海葵回家饱个海葵汤 属食补身体这么大的海葵有多少人见过 妈呀 这海葵还碰水了 喜欢的老铁 请给小蕾点一个小红星加以关注 看我马上赶海直播了 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太上老君的派打星 看这个家伙 哎呦 还是个活的家伙 怎么样 再看看反面 看他漂不漂亮 喜欢看赶海的朋友 双击观众 马上看我直播赶海 来吧 朋友们 这个河童的体内自来一种剧毒 但是河童的肉也是特别好吃的 据着这个河童的牙齿可以咬断一根钢筋 我在这海边巡测了一圈 也没找到钢筋 只找到了一个甘质柜 他也不咬啊 进来老铁 给个双击 给个观众 看我干海直播 兄弟姐妹们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八早仪爱钻洞 因为他需要安全感 家才是一个人温馨的港湾 如果你觉得小李说的对 请给小李点一个小红星 加一个关注 看我们今天下午马上赶海直播